哇 看來廣蜂今天回來應該可以伐木啦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西門的問題 但是因為我第三場還沒看 等我等一下看完之後 我再認真的回答你這個問題 好啦 那個等一下兩分鐘之後回來 我去上個廁所 剛才講很多話 河口水 等一下來講一下這第三場 我先去上個廁所 然後再給我一個問題 我先去上個廁所 這幾天 我先去上個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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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来啦 不好意思啊 我先把其他的 抖内的音效那些关掉 它会不会跳就不知道了 好啦 那我们就 我这场会看比较认真一点 因为我刚才没看 好像完全没看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奇怪嘞 我刚才在那个工商嘛 然后就 我一眼看过去7比0 我想哇操这什么状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两倍速 抽圈格雷夫好正常 OK 最近起Q有点怪怪的 因为 因为他们在之前的比赛 他们都是抢红方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最近都在抢蓝方 是不是因为最近LCK 蓝方胜率比较高 哦 嘖 嘖 嘖 枪格雷夫蛮正常的 然后这边 好我们先看边角好了 西门两个带这个 啊没画面是不是 I'm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我来啦 OK还好我还没有开始讲 我是一个会看聊天室的人 还可以可以可以 没问题我来了 我来了我来了 现在开始重新来 重新啊 刚刚那个废话 废话结束之后 看一下哈 把它倒退一下哈 直接开始 啊首先反正 啊这样 我可能会看久一点 因为那个 我没看嘛 我没看就要看久一点 啊这边边西门两只刺客 然后边蓝宝 然后这边边星朵拉 哇所以 现在是西门上要边星朵拉 是不是 echo 星朵拉 然后狮子 可以ban这个 这个是针对 这个算针对那个 洞洞下去ban 还ok吧 那你目前看到 洞洞有出过的角色 还有卡丽丝跟李星 那应该还好 所以这边先选 把那个 纳蒂鲁斯选走 那纳蒂鲁斯 这个 这个角色在 其实现在的上路 其实就是 蓝宝 纳蒂鲁斯 跟那个圣 我觉得这边起Q可以拿圣 他们有拿圣吗 他们拿什么东西 我觉得起Q应该要拿圣的 他这边选爱希跟马尔 但是其实他这边不管 这边不管起Q选哪一个 我觉得 马尔扎哈 我觉得 我觉得爱希可能可以先不要选 爱希应该可以先不用选 他是 他如果 干他一定是被ban掉了吧 不然怎么可能不拿圣 这个就是 这 这一定被ban了吧 不然怎么怎么会没拿圣 好那边酒桶 然后 圣 对啊 圣一定是被ban掉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23peak应该要选圣 因为 基本上你可以 这边其实就可以知道 西门就剩那几支 阿里也很重要 我是觉得圣要先拿下来 等一下 发生什么事情 聊天室没关喔 聊天室关掉 哎呀 关关关关关 都关掉都关掉 然后这个 OK都关 好啦 都好了 好吧 好啦 都关了都关了都关了 好吧 先别抖内了 好不好 先别抖内了 那张图我还没摘到 等一下啊 再灯笼吧 好吧 现在先不要抖内 现在先不要抖内 先让我把它录完 好不好 好 呃 但是你抖内我听得到了 我听得到但是 他不会显示出来 也不会有声音 好 那我可以这边选LULU 漂亮 这个LULU 選得就很好 然后这边Counterpeak 给那个FORFOR 啊 陈广峰这一手 选的漂亮 但我觉得CQ这边 我是觉得先拿神不错啊 因为所有西门的后面的角色 应该都跟神都是搭的 这边 这个BAN掉啊 不管是塔龙 TF阿里 应该都是 应该都是跟圣搭的啦 我觉得大树没那么好 因为大树 主要是Mauke这个版本 没那么强 当然他们 但HQ也是选了一个很 很有他们风格的一个 选角方式啊 但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圣比较漂亮 选了圣之后 会蛮好搭整容的 那可能也是 他有可能是怕选圣之后 这边陈广峰 这个 45BAN 陈广峰 就会BAN阿里 他这边把 他如果 他如果 如果他 如果他如果先选圣的话 哇 我是陈广峰 这边我一定在赏西门两边 他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 他们也不敢选 因为 因为 因为如果你这边选圣 你这边选圣 好 我如果看到你这边选圣 反正Support 全部都放出来了 Support也不用BAN了 然后我就挑 我就看 西门跟圣 什么有比较好搭的 然后在这边我就BAN一个 TF 阿里 没角色勒 这样还有什么可以玩的 哇 不然就是这边直接写TF跟阿里就直接选出来 TF 阿里跟那个圣 直接选出来 先把中上也选出来 那个 下路线候选 其实也不错 诶 这样好像比较好 诶这样比较好一点 这样比较好一点 这边选TF 诶对不对 这边选阿里跟圣 这边选阿里跟圣 阿里跟圣之后 然后后 你后面可以选 不管你选什么 呃 你可以选一个 如果小峰把这个 IC BAN掉的话 这边可以选什么 伊地卡玛 呃 近跟什么 反正打线组合 加罗 反正一个打线组合 就是反正我打中上也 诶 这样好像比较好一点 好 然后这个阵容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 我猜啦 我猜 我猜这样比较好一点 我不知道现在西门还能不能玩马尔 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又不在那边 然后陈广峰最后选了一个球女 这个就很漂亮 这 这边整个阵容就很漂亮 所谓一个漂亮的阵容就是 呃 有AOE控场 有清兵 有Poke 这边其实基本上什么都有 这个阵容是很漂亮的 该有的都有 那这边 其实也不能说没那么好 只要是上面这个 我比较不喜 我跟你讲其实也没选择不好 是我比较不喜欢这个圣的选择 我喜欢 呃 我个人喜欢 圣 在这个阵容里面 我觉得配圣会比较好一点 我个人而言 当然这个选择上面也是有很多的 考虑性嘛 也不能说起Q选的不好 我觉得游戏里面可能会比较重要一点 我们来看游戏里面 好了 因为基本上西门上的话 我是觉得前三手你是必须要拿 因为你 你 如果有一些 宝牌角色 如果你没有练起来的话 在候选Poke上面 其实很容易受到对方现在4-5Band的 限制 那如果是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 可能就要先选角色了 因为如果是 如果是同样一个 刚刚同样一个情形来看的话 呃 像如果这一场 这个阿里换成 维克特 诶 这就 不一定是长这个样子 哈哈 好 我们先看开始吧 呃 开场蛮正常的啊 五星开啊 五星开 正常开 然后JT进来 噢 这边4-5还被打掉一个闪 哇 他们JT怎么敢这样进啊 这边进的是要干什么 勾一个打一个 开场 这边HQ没有比较弱啊 这边有 茂凯 有阿里 哇 这边进来 而且你被看到的情况之下 这边进来要 是想要做什么 OK 这边是要引这个 噢不要让他快速的刷这个六鸟 哇 好啦 这个企图也是 看起来是还可以啊 但是风险有点大 你是想要闹他六鸟吗 哎呀这个 风险有点大 是要闹六鸟 但是闹六鸟 噴的好像有点多 我觉得对方如果都有在手的话 是有点危险的 然后跟FORFOR其实前面 就会过得比较痛苦一点 哇这个到六鸟 前期好像蛮惨的 哎呀这个开场是HQ優啊 而且顶優啊 上路一定是被推 上路一定是纳蒂图斯推冒开 OK 然后 中路 哎哟 哎哟啊 不给玩游戏是吧 这场我会慢慢看 因为我没看到这场 中路琼琳达阿里 应该就偏糊弄了啦 这个 啊难怪我刚刚看的时候 想说怎么 门哥开场压了 赶那么多 原来是开场这一个 进去闹六鸟 闹到 全部 全部招都交掉了 我想说这个门哥 这个CS 不对劲啊 不像他 这真的不像他 过来 正常两边开 4分21秒 两边开 这边老三已经赢一滩了 他已经赢一滩六鸟了 这边老三赢一滩六鸟 然后 reframe进来 过来也做 这边应该也做不了什么东西啊 这场老三其实是很顺的 他这边其实前面是完全压制洞洞的 他基本上可以把他六鸟打到不要不要的 这边先 然后JT过来顾六鸟 哇六鸟又被擒了 你知道一个Jungle最痛的就是自己的鸟被 被打掉 OK过来下路线这边是推的 这边Lulu加那个法洛斯在 基本上我觉得在四五等之后 我推线一定是由这个JT这边推 所以如果也是纯论推线的话 一定是JT这边是优势的 因为中路是平 中路是平 上路是推 下路是推 这边前期的发展 一定都是由JT 我猜啦 我猜这边一定是前面都是由JT发起进攻 这边一定都是由JT前期的发起进攻 因为上线推下线推中路平的话 李星等一下农起来等级稍微接近的话 其实应该就可以那个JT应该就可以开始 打一个中下野 因为这场两边的方向其实都很正 嗯我想应该都是打一个中下野啦 反正上路农冰就好了 哇这样聊天室的人都知道结局了 就我一个人都已经知道这个游戏的过程 就我一个人跟傻帽一样在那边看 好这边 这个野辅进来做这个右边草虫视野 一个很standard的回去 补装过来之后的一个 来做一下河道视野 OK漂亮 打到这边H5都打得蛮好的啊 打到这边H5没有任何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点没有做好啦 然后这边很多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错误啊 然后进来上线进中线进 然后两个人进来 OK打红 哇这个也打得很美啊 H5这个配合也很美 上线进中线进 然后跟着Jungle一起进来打这个红霸 这个也漂亮 这个红霸是 是那个Refrain绝对完全无法吃到的 所以老三掌握的这个也是掌握得很好 漂亮 因为刚刚本来是那个 因为正常来说是纳蒂鲁斯会去推冒凯的线 但是因为老三刚刚上去帮忙了一次之后 他帮LIF把线撸出去 带出去之后 然后带着LIF一起进去 然后中路西门那时候 开始狂推一波 然后打掉这个红霸 漂亮 但是这边主要还是中校园啊 看一下 这边 然后这边进来 老三应该开始要来做下半部的视野 这边 这边直接开吃哦 是蛮大胆的 这边一定有问题 看一下 看一下问题人 中路推过去 中路推过去 回家 你先进一步之后 那这边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过来之后 他这边做起来之后 但是这边 西门是 是慢回去的 西门是慢一波 西门慢一波 然后下线推 中线推合照式做起来吃龙 我只能说这个龙 是这个 最近我看JT 打的最漂亮的一只龙 因为他们之前干都不吃龙 他终于开始吃了 我觉得 陈广风应该要感到欣慰 而且这只龙吃得漂亮 我觉得他 陈广风要感到欣慰 因为他们开始会吃龙 好啦 正常开 然后回来之后 你看一下 刚刚吃完龙嘛 你看JT吃完龙 所以现在就 欸 轮到这HU进攻 HU就把这边布起来 他没有用 他没有东西 只能等下一个蓝buff 现在轮到HU进攻 因为节奏 你吃完龙之后 你节奏就掉了 掉了现在就轮HU进攻 看一下他们这边是怎么打的 他们这边这个进攻 是想要发起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进攻 一个野斧进去 然后 果然跟刚才猜的一样 进攻对方蓝buff 视野都布起来了 OK 然后这边 JT很聪明过来防守 OK 这边还是打掉了 然后这边 诶 打完了 要干嘛 过来 跟 OK 两个人进去 奇怪 这边很奇怪喔 诶 他们三个为什么不敢进去 下陷进 中陷进 为什么不三个人 一起杀进去就好了 TP都还在 这时候的 这时候的起Q 应该不用怕 这一team吧 那为什么门哥要回中路 我觉得直接杀进去就好了 我 我这边我会建议这样子 就是这边打掉之后 反正这边装都补完了 这边 而且这边是 FORFOR落后 FORFOR这边是落后的 那我觉得这边视野都布起来了 你这边视野都布起来了 你这边视野都布起来了 然后中路的兵也推掉了 那西门就绕过来 绕过来 绕过来之后 三个人一起杀进去 过来 这边 我觉得这边甚至可以搞下陆 因为你用视野把这一块整个切掉之后 这边切掉之后 过来 我觉得下陆 这个他们下 这一team的下陆 现在这一波是非常危险的 非常危险的 因为这边只要配那个 小叶随便绑一个 谁都要死 而且这边 没有必要打得这么小心吧 我觉得这边一定可以弄死他们 我觉得这边一定可以弄死这一team下陷 在马尔杂哈有大绝 刚上6的时候 然后先过来 然后利用视野卡掉这一条中线之后 然后这边视野插一只眼睛TP过来 先绑一个先杀一个 这个会战 一定赢 因为你已经有视野卡开了 你随时对方 如果对方敢进来 你还可以揍他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那这一波 就无疾而终了啦 就是他们视野做完 但是他们没有打到东西 这波视野浪费了 这波视野浪费了 这波本来是 但是他们最后是不是有拿到红霸 所以这波就是 最后的结局就是 这个方特拿到一个红霸 收尾 我觉得有点亏 有点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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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有点亏 这波起Q小亏 节奏小亏 节奏小亏 不是啊你不用去绑法洛斯啊 你可以去绑一个LULU啊 上一波已经有头戴了吗 有头戴也可以绑LULU啊 随便吧 打谁都可以吧 我觉得打LULU也可以 LULU秒掉之后 那个法洛斯 应该也 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啊 而且 艾希 老实说我会觉得艾希加马尔杂哈 你在中下路其实很好搞事 没关系啦 就掉一波节奏而已嘛 这波节奏就是一个红BUFF收尾 也没什么不好 那接下来 好不好 然后这时候这一team就是出来嘛 把这四野抢回来 也没啥 这边感觉是 我怎么感觉是西门 西门现在是一个领先啦 西门都快把那个FORFOR的塔给拆了 哇 那为什么后面会这么惨啊 为什么会变这么惨啊 到这边来说都还正常啊 西门这边应该算小优限吧 虽然CS没有赢 但是塔快被他磨掉了 过来 过来 你看这边视野因为刚刚去吃红BUFF啦 然后掉了一波之后 视野现在开始由JT掌控 现在开始由JT掌控 现在开始由JT掌控这边的视野 但是中路輸 這邊吸門是整路壓著4-4的塔下一直狂打的 所以其實這邊HU其實是很好做事 這邊發生啥事 下線推線進去開始跑線 OK 就是Mountain在中路蹲 蹲了之後被抓 綁到直接帶走 這邊閃也沒有交 直接帶掉 躲那邊太危險了 其實我覺得你要與其要做這麼危險的事情 不如剛才就利用兵線直接殺進去就好了 我覺得這一塊 我會覺得這一塊的視野根本就不應該屬於這一艇 因為你中線一直都是在推的 你中野其實是有主動權的 看一下 等一下看一下他的重播 哇 西門還把中路塔推勒 這邊過來 零比兩個人進來 哇 我西還把中路給推勒 哇 這應該U吧 這個開場也是U啊 等一下 我剛才看到了什麼 OK 他上來想要灌一套reframe 1 1 喔 被踢掉 呵呵呵 嗯 好吧 這reframe 這jteam配合得好啊 你要說什麼 但我覺得他不應該打他 因為下線是先被推的 OK 這個小龍是怎麼一回事 這邊jteam怎麼又敢開小龍了 哇 這jteam不像你們啊 你們先被附身了是不是啊 你們怎麼會一直開龍呢 哇你們不能這樣一直開龍啊 這樣陳廣峰會擔心你們是不是 發生什麼奇怪的事情啊 這不像你們啊 你們正常不會這樣打的啊 哇 你這場 哇 你怎麼敢開這條龍啊 然後最後還是李傑拿走的 這邊開起來 其實這個 這個 到底我看了什麼啊 這兩個jungle都有重擊 然後 然後 看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為什麼重擊是有陸陸拿走的 好 這50%50%啦 這個小龍真的50%50% 然後這邊趕 哇 這邊 我放慢一點好了 我一直切一直切 連我自己都覺得很煩 我知道你們已經砍得很煩 我0.5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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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你你要有夠慢的啊 過來A1被拉到 哇 你也是 你也是夠搞笑的 你怎麼會走那邊啊 小龍都掉了 乖乖拉回去吧 啊 這不就是小安走錯路了而已啊 就是走錯路而已 也不知道要怎麼講啊 反正他就走錯路了嘛 他怎麼會走那邊呢 這邊我吸 我吸什麼事也沒做 我吸這個切後排 還算切得還不錯 這邊我吸有沒有招式啊 他沒有閃線 不知道他這邊一個閃清 一個清閃的話 搞不好 這會這樣會贏 他沒有閃線 我吸是真的也沒做什麼事啊 Leave剛剛那個位置也不好啊 我看一下Leave的位置 等一下 Leave這個位置 我看一下 LeaveTP那邊還可以 下來了 哇 我覺得要開就閃開吧 我覺得這邊不管怎麼樣都打不了了 這邊不能打了 放了吧 這邊Leave沒開 我覺得Leave沒開是對的 他這邊沒辦法打了 這邊他們沒辦法打 這邊Spell輸太多了 Leave不開是正確的 開了一定不會贏 因為那個開了一定輸 那個Leave不開是聰明的 Leave開了就輸了 Leave開了只會輸更慘而已 我是覺得他們不開是對的 我是覺得他們不開是對的 我們再看一次 我覺得這開了一定不會贏 這邊你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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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可以閃開還是這個地方嗎對不對 他閃進去要開誰 他這邊能開誰 他這邊能開誰 這邊是 我跟你講這邊是 這三個人都沒大招了喔 然後閃線這邊是都沒有的喔 這邊 都沒招了喔 我是覺得這開進去一定死 這邊開進去一定死 而且你只能綁這個 這邊是所有的大招 全部都還在的情況之下 我是覺得這邊開一定死 因為你這邊你綁進去 球女在這邊放一個球你要怎麼打 球女如果在這邊放一個球 你這邊要怎麼 捲一個全家死光 我是覺得這邊真的不能打 然後這個是真的是 你就乖乖這樣回去 這樣回去 我覺得那邊不打是對的啦 那邊沒有Spell打不了 打不了啊 我是覺得這個開戰 不能是由Leaf開的啊 這邊一定是小葉 一定是這三個人開的啊 這邊一定不是 不是由Leaf來做開戰的 這開戰一定不會是Leaf 這不是Leaf的鍋 這跟Leaf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是覺得他 我是覺得他不能開 這小安不鬧就沒事了 就是掉一條龍 但我覺得這波是真的 JT打得很漂亮 JT JT怎麼會吃龍啊 JT 你們不能隨便這樣吃啊 等下陳廣峰回來很擔心怎麼辦啊 哎呀你怎麼會吃龍啊 哎呀這個 你怎麼會怎麼會吃龍呢 你不能吃龍的 你龍應該也要放一放啊 JT怎麼學會吃龍啊 好棒喔 這邊 火溪中路想要清一下 哇這一個 哇一個miss 哇你哪裡來的勇氣 過來 哇這個沒有中 中了 中了那個會贏啊 中了起Q會贏啊 哇這個真的是撥一把 中了起Q應該可以把那個球女給秒掉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JT這個陣容很漂亮 他很漂亮的點是在於 你看喔 一個盾兩個盾三個盾四個盾 你知道 AQ最怕的就是這一種 這個也是我覺得 現在的JT最適合玩的一種遊戲方式 你知道JT從以前就是什麼牆 拉打槍 盾 拉打 幹 哇你就不知道起Q就最怕這種東西 因為起Q就怕那個 算血啊 如果 沒有算好 超出他們預料之外的那個血量 他們會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有時候打一打什麼血 他們就預料到 我可以秒殺他 所以他們就會想要 衝一波 所以從以前到現在起Q最怕的就是這種東西 那其實這個正 剛好這個 我覺得這個陣容有Counter到 Counter不錯啊 廣峰這一 廣峰這一手選的漂亮 這個 廣峰這個BP我給90分 剩下的10分 是因為 我不知道 還有什麼更好的 但是人總是要有進步空間 給他10分進步空間 我覺得廣峰這一手選的漂亮 然後接下來 我沒有偷交廣峰喔 剩下都是廣峰自己的功勞喔 廣峰本來就很聰明了 你們常常看他伐木不知道嗎 然後進來 不好意思喔 倒退一下 好 龍 剛才不是龍結束了嗎 龍結束剛才那一波之後 這邊JT就打中 就轉上來中上野嗎 聰明 這這運營 這這場這個 這個 JT這個運營上的 這 思路就是正確的 龍沒有了一波這個 然後這個龍出了這一波回去 開始中下野 然後上路布個眼睛吧 這波回去可以試著中上野 或是 裏扣回去之後 巴龍做一做 回來 直接拿第三條小龍 這條小龍是絕對不能放的 從現在開始 他們就是不能讓Q拿到任何一條小龍 小龍在現在的這個Meta太重要了 誰敢再跟我說小龍不重要的 我第一個過去打他 小龍真的太重要了 中上野過來推線之後 轉小龍 師爺做一做 拿小龍了吧 阿你不拿小龍 哇漂亮 漂亮 帶個線拿小龍吧 阿 我覺得這邊如果可以不拿小龍 有一個方法 其實這邊他可以不用轉線 其實我跟你講 這邊其實他可以不要 雙人線到下路是可以的 我覺得這可以 因為 納蒂魯斯會推冒凱的線 其實納蒂魯斯跟那個 李星就吃了掉這個小龍了 所以你不變線我覺得 是可以接手的 這個是不變線會是更好的一個選擇 那我這個小龍 因為如果下路線是可以推的話 其實reframe一個人就可以吃龍了 那你這樣就可以兼顧到全局 也是可以 然後上線推 這邊中線推 OK 這我可以接手 這一個 這一個 小龍 這個我是可以接手的 但是我還是希望你可以去把這個小龍拿下來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會怎麼辦 我們就來看吧 不曉得這邊 這個 街亭 有沒有想要拿這條小龍 上線推 這個小龍 該來處理一下小龍哥了吧 唉唷 瞄解漂亮 這邊搶視野過來 Mountain 我跟你講Mountain有一個很重大的一個缺點 Mountain不會打地形級的角色 他很不會算這個東西 例如啊波比啊 哪種地形級的 這邊 這邊就直接 唉呀 還好你沒去打小龍啊 聽我的話去打小龍的話 這下該怎麼辦 還好 還好是陳廣峰帶的 這個比較聰明 啊陳廣峰這個運營漂亮 比我還漂亮 陳廣峰這個運營方式漂亮 這個兼顧三線 的運營 漂亮不轉線 這個不要轉線 唉廣峰青出於藍勝於藍 漂亮 嗯可以啊 嗯這波打完 轉中路推線 回去之後補裝 補裝之後 開始來做這個三線 OK 拿八龍之後基本上不打架啊 拿八龍之後基本上不打架啊 就推線吧 推線拿塔吧 看到他們這波怎麼做齁 上線這邊是 上線這邊是推線的 所以 這一team這邊不做 拿小龍漂亮 兩拿小龍 BRABO BRABO你們皆知居然會吃龍 陳廣峰哭了 喔 Nice 上線推 這個中下4E 中線還有人帶 唉 太完美了這個運營 這一場 堪稱有史以來 JT到30分鐘為止 運營最漂亮的一場 然後中線有人帶 哇 這個運營就對了 啊 這個運營就對了 三線繼續這樣壓 然後 因為我剛才不是說 上路是在帶的嗎 然後中路有個reframe在帶線 唉 這樣就對了 唉呀 如果你們這個 第一場的時候 也這樣玩這個遊戲的話 就會贏了 雖然你們打的是這個 不是他們這個 最強狀態 這個是怎樣 雖然你們打 他們不是最強狀態 這個 CHAWI版的HQ 但是 至少運營的模式是正確的 但是我覺得這邊 沒有巴龍的 自己小心一點吧 你這邊沒有那個 小兵之力 這邊有點貪了 這邊 如果 這個 我 我是真的建議一下 Galina的OB手 你知道嗎 我是建議 Galina的OB手 我覺得在這一種的時間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切一下那個 金錢量 你這時候你就要 他如果有很多錢 你就切那個金錢量 嘴他 這時候主播賽評 你就會看到那個 喔 這邊那個 ZTEAM有多少錢 怎麼不回家補裝 唉呀 這個 一定要回家補裝了啦 拆兩線了 拆兩線 拆兩線 八龍沒了 當然回家啦 做做事也回家補裝 然後再把上二塔給拆了 唉呀 這個運營失敗 果然只有30分鐘 唉不是 唉不是 我跟你講 我說 目前起Q最強狀態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我跟你講 我不是要黑西門 如果你整季 都讓 喬尾打 然後 西門現在上來 你說這會是他們最強狀態嗎 當然不是啊 他如果整季都是給 喬尾打比賽 然後團練也是喬尾居多的話 那喬尾就會比較強 以目前他們的狀況 喬尾就會比較強 我這樣合理吧 我這合理吧 就跟去年一樣啊 去年後半年 都西門打的 我比 我大賽我一定是要上西門啊 為什麼 因為 團練量跟那個 不是啊 因為團練量跟那個 默契量其實 根本差超級多的 你要說什麼 這場 這場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證明啊 團練量跟那個 練習量真的差超多 這場西門 你 你冷靜一點聽我講 呵呵 你看西門這場有做錯什麼嗎 對不對 你在西門這場有做錯什麼 他也沒做什麼 但是 整體的這個溝通 跟這個遊戲上面的配合 很明顯就是不到位 很明顯就是不到位 這個 我跟你講啊 這個隊員跟隊員之間的配合 是長期累積下來的啊 絕對不是你 隨便上一個人就可以一步登天的 還沒有輪到他做錯是不是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做錯的時候 我跟你講我是不知道他為什麼今天要換西門啊 因為前幾天陳廣鳳問我說那個 他今天回來的時候我在開完台嘛 三點的時候問我說 你覺得 HQ會不會派西門 我說幹我怎麼知道啊 我說幹我怎麼知道啊 我說他如果聰明一點他就不要派 整季都沒有讓他打還派什麼派 你不如動他一整季吧 現在上來輸了起不尷尬嗎 我不是說是我啦 但 我就比較狠心一點啊 但你們也是說我動大將動了一整季嗎 我就 不是不是我要動你知道嗎 整季都沒有練過怎麼打啊 不是啊整季都沒有練 一直要他上場 隊友都沒有默契 打西歸寒吉喔 沒有什麼練的 那他的打個兩場團練就可以上來打比賽 是不是 又不是只會練 不是角色練好就可以打 這個玩這個遊戲的好嗎 好OK這邊 嘴炮啦 我們講認真講遊戲啊 好不好 這邊線帶進來 啪啪過來帶中線 上線再推線 下線 下線不知道有沒有推線 OK這邊 這邊小爺被拉 等一下 小爺被拉到過來 捲到帶走 沒有什麼打不好 但是我覺得陣容打到中後期之後 起Q這邊就比較打不贏 唉呀這種拉打陣真的適合這一team 唉呀你不要去玩什麼栗三卓強開了啦 什麼艾克分推 不適合你們 就玩這個 拉打陣 哇拉打陣你看看你們拉打陣打得多美啊 哇就是這樣拉打嗎 多好啊 你們沒事去什麼玩什麼栗三卓 你就不會玩喔 你不要玩什麼分推喔 你就不會分推喔 你是拉打 拉打漂亮 你們就是適合拉打陣的隊伍 OK過來帶線 這邊其實這邊有沒有 這邊Mountain 嗯過來吃這個巴龍 OK活力全開吃掉 他為什麼知道Mountain死掉了 我剛剛沒看到 不好意思我剛剛沒看到 好這邊踢過去Mountain死掉吃巴龍 那Mountain是怎麼死的啊 奇怪 喔他吃巴龍的時候 OK我剛剛沒看到 我剛剛在負責嘴啊 我沒有看到不好意思 然後Mountain這邊勾到殺掉 那吃巴龍正確 那吃巴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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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嘴到忘記看了啊 不是說好認真講評的嗎 然後過來打打打打打打 盾喔盾好多好多 啊 贏了 哇 我回來我一定要跟陳廣峰說 能看我選拉打打打 Tran 漂亮 選得美 打得更美 除了下路送了一波之外 喔可是這場結束了是不是 這場講的好輕鬆喔 回來的時候 先不要跟陳廣峰講任何的話 好不好 假裝我們沒有講過這場比賽 好不好 我們假裝我們沒有做過任何的講評 沒有 沒有講過 這場 沒有講 陳廣峰不會知道的 我們不要跟他說 結論喔 我跟你講 我就下個結論好了 我就下個結論好了 這場我覺得這邊 這個塔是關鍵 這一波中下也一定是關鍵 為什麼會說那個 我覺得默契變得沒有那麼好 因為我覺得剛剛在前面這一波一定要進 起Q這一波一定要進 我覺得起Q這一波一定要進 一定要進到他媽他歪頭 就這一波 上一波 這一波 這一波 這波一定要進 一定要進死他們 一定要把這一天打成白癡 因為這一波 這波的機會真的太好了 中路沒有東西了 這邊 從這邊到這邊是30秒鐘 然後還有兵會相撞的時間 你有總共有大概整整 接近45秒一分鐘的時間 這一波一定要打 下路沒有被壓 下路是推線 這邊下路也是推線 你知道 當你被進野的時候 你的下路也只能選擇推線 他不可能推出去 好吧 這一波下路一定也是推線 這波下路一定也可以推線 他如果不推 他如果敢推 你就打他 直接過來做大夫都可以 我覺得這邊一定 可以打出一點什麼東西 甚至 我講難聽一點 你過來 三個人 插一隻眼 直接殺這個 直接殺這個球女 哇 三個人這樣灌他一套 我是覺得這個球女 也是挺欠殺的 現在殺誰都可以 我就覺得 這邊要殺誰都隨便 你知道嗎 反正小葉綁到誰 就殺誰 他有閃綁啊 他過來 他就跟一個死神一樣 過來 然後就所有人走進去 然後 看到誰就綁誰 看到誰就閃綁誰 然後那個人就得死 這個他媽要怎麼活 你告訴我 葛雷夫做傷害 阿黎青 然後綁住 這個他媽到底要怎麼活 這個他 想要殺誰就殺誰 只要誰敢白目走過來就閃綁他 他就死 所以我會說這波節奏很浪費 最後跑去吃了一個紅 結束這一回合 但是我覺得這場主要是在節奏上面 J-TEAM掌握得比較好 J-TEAM是真的節奏掌握得蠻好 像這一波吃完 這一波吃完之後也是 當然J-TEAM這邊很聰明 就是 該出水銀的都出得很快 這是馬爾札他的優勢 強制你浪費1300塊 你一定要買 你不買就整場 不要綁得跟白癡一樣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 這個是剩會是最好的 哇 如果這個打中下野 然後你就過來 隨便你要怎麼搞 隨便你要怎麼弄 你剩TP一次 TP兩次 就把這個冒卡搞到 就把這個納地50搞到瘋掉了 你打中下野 這個陣容 配阿黎的一定是 剩 嗯 第一選擇 如果有剩的話 我是覺得這個阿黎可以衝到這個 球牛的面前直接當場搶劫他 就這樣子 就只有BP的見解 然後還有一個節奏的見解 因為這場後面其實起Q 的部分沒什麼好講的 因為在30分鐘前都是J-TEAM的公式 他們沒有運運的失誤 就沒有什麼好講的 J-TEAM打的30分鐘前面打的好 然後失誤了一波之後 後面也打的不錯 運運也打的不錯 那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太多好講 我覺得BP我就覺得 阿黎配勝比較好啦 真的啦 你打中下野的話 可以配合得很好 可以打出一大堆東西 那如果在節奏上面 節奏上面的話 這一場我就覺得 這一波是關鍵 然後剩下的就是失誤嘛 幹一個什麼小安被拉 一個什麼Mountain被拉 一個小葉被拉 就這樣子而已 被拉到 然後被打到 死掉 帶節奏 沒了 就這麼簡單 剩4、4、5、Ban 剩4、4、5、Ban 他23peak可以拿 他前面就看他拿這個 可是 這一個納帝武士 是有變現的空間的 我跟你講 我不知道 剩拿了剩 跟阿里 如果先拿了之後 這下路出打線組合 我 連我都不知道 陳廣峰會怎麼選這兩隻 好不好 我不知道 陳廣峰總是有秘密武器的嗎 陳廣峰總是有秘密武器的嗎 阿我也不知道他怎麼選 這個怎麼選 我就不知道了 這場誰是戰犯喔 我覺得沒有什麼誰是戰犯啊 我覺得 被勾到的 如果你要說他要戰犯也好嗎 因為你被勾到被秒掉 就 算是操作的上面的 失誤嘛 但是 我覺得要說真的戰犯應該是 這個 跟西門搭 他們在這個整個進攻節奏上面 比較亂一點 看起來 以目前的狀況搭丘尾的話 整個 隊伍會不知道怎麼 知道怎麼去打 因為都是打 丘尾上都偏比較打 丘尾上都偏比較打中後期 然後中後期然後幹 就出一個 星朵拉 然後就在那邊吃吃兵 吃吃兵 然後 盲騰過去 然後就踢一下 然後 欸我做出巨量的傷害 然後就保牌嘛 保牌嘛 你看看這個陣容是不是也保牌陣容 把這個阿里把它踢掉 你把 你把這個 阿里踢掉喔 把這個阿里踢掉 換成一個維克特 是不是就變成一個拉打陣了 你把這個阿里踢掉 get out 然後變成一個 星朵拉拉 拉打陣 踢一個球 拉打 然後get out 然後換一個那個 維克特 好 維克特 阿邱琳他有什麼 呃 呃 等一下他還有什麼角色 那個 吉林 吉林 拉打 拉打陣 他在 ㄎ 不是啦 好啦 就這樣 我覺得這場 B-O-3 這場B-O-3 這場B-O-3 應該 在對季賽來說 沒什麼東西嗎 因為對起Q來說 他們也只是練陣 我覺得對他們來說 也沒什麼不好 就打了一個強心針說 喔好 我們就好好的來用球衣 沒什麼不好的 也沒什麼不好的 因為這場比賽 對雙方來說 其實都不重要 因為他們都 都晉晰後賽 而且 名次也都定了 其實也沒什麼好重要的 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 在這場比賽中 你可以看到這個 感覺JT有在進步 代表陳廣鋒 這個調教友方 這個不錯 有在進步 感覺 這場看得出來 因為他們有吃小龍 吃的好 吃的美 因為正常來說 他們是不吃小龍 他們不要吃小龍 但這場 他們對這個小龍的執著度 超乎我的想像之外 沒 好就這樣子 感謝大家 這個 這個影片講解就到此為止 剩下的 我就不嘴炮了 我可不是一個嘴炮的人 我是講話 這個 我們不走這個嘴炮路線 我們走的是實話路線 講話 實話實話